贵州隋阳人的早餐常常是从一碗粉面开始 而说到面条 让隋阳人引以为豪的莫过于酒服盛名的银丝空心面 这项历久弥新的传统手工技艺 不仅被列入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还成为了隋阳县振兴经济的支柱型产业 日前 记者走进隋阳县最大的手工空心面制作工厂实地走访 将标准用量的食盐和面粉搅拌均匀 加水和面 清晨 隋阳空心面制作技艺传承人张发喜 正在悉心指导常理一名新来的学徒 而在其一侧 两名正面师傅也忙着揉面 盘条 隋阳空心面因面条空心而得名 从唐朝末年流传至今 具有用料烤焦 工艺复杂 历史悠久 纤细味美 酒煮不烂等特点 张发喜在13岁时学做空心面 14岁时挑战卖面 其家族制作的空心面在当地有口皆碑 张发喜告诉记者 数百年来 老祖宗传承下来的不仅是空心面制作工艺 更是一丝不苟的匠人精神 坚守品质 才是老子豪经久不衰的真正秘方 这个上干的时间是很讲究的 因为它的面要达到粗细运筋 手的力量要达到平均一致 如果这个环境里的松茎不一致 还有粗细不一致 结果的面条在这个地 它一直都是粗的粗细的鞋 挑面要挑三道 这个面整体的长团 要保持到基本上长度一致 还有不要它有粘绿的 在红杆的时间 如果有粘绿的 它就是爱根的颜色 它也不一样 在这让它续组各方面都有影响 近年来 张氏家族开始带动当地 熟悉空心面制作的乡亲抱团发展 共同把空心面制作技艺发扬光大 也是这段时期 空心面制作开始成为一种制服技能 学业们受益 同时也把我们家乡的 这一个灰骨子遗传 慢慢地传承下去 一代一代的友人来接着做这个 家里面嘛 给家里面近 带小孩也比较方便 工资 薪水吧 跟外面相差不是很大 平均每个都达到六千到七千 我从小跟着父亲在做 现在回来做一下 主要是我负责销售这方面 像商朝啊 贪购啊这些 私人定制 这方面订单也很多的 以前一直是我们家族在做 现在的话有更多的人参与在里面 大家参与起来抱团发展 让我们薪洋空心面做大做强 走向世界 如今 张永飞在随洋省级经济开发区 开办了工厂 聘用数十名熟悉空心面制作工艺的师傅进场 既保存了手工技艺 又实现了规模化生产 记者了解到 随洋现已注册成立13家空心面企业 参与加工的农户达100余户 500余人 催生了上百家专营店 通过发展特色产业 有效促进了当地老百姓增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